CityJule 作词 杂志亚 杂志亚 刘营 杉矛 营露 杉矛 营露 杉矛 营露 杉矛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油物报告》的创办人周神华 《油物报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是一个分析报导科技业的深度的网络内容媒体 今天我主要是负责谈 关于媒体跟资讯的这个趋势 以及有误报告针对这个趋势 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回应 那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那在我创办有误报告之前 我其实是 我大学跟硕士是念生物的 我是一个生物学家 但是对不起施老师 我没有投入农业的发展 那在反而呢 我后来就跑去美国尼尔法学院 然后做律师 然后我是一个美国的专利律师 这个我在邮报也常写专利的文章 如果有在看我们网站的话 应该会注意到 那不过我今天是以一个媒体人的角色 来讨论媒体方面的咨询 那这个问题刚刚邱俊讲的还蛮清楚 就是各位有没有常常觉得 现在有太多的咨询 太多的东西 其实让你觉得很头痛这样子 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像这个小女孩一样 那资讯爆炸 大家都知道这个词 那基本上就是指说 资讯是在持续地以等比基数的 这个示意图这个状况发生的 我给大家一些简单的一些介绍 这个是1826年全世界第一张照片 这个在法国巴黎街头照的 到了2012年去年全世界已经产生了38兆照片 在全世界 所以难怪大家会有那个小女孩的那种感觉 这就是资讯爆炸 去年一年全世界出版了1500万本书 不是销售是出版1500万本书 那这个书 去年的这些书占了全世界从文明以来 从圣经以来 或是更早以前的书以来的10%的比例 所以这个等比基数是非常可怕的 这个是资讯爆炸 每一天各位上课的时候 在上脸书的时候 每一天发生了25亿个分享 27亿个赞 跟3亿张照片上传 每一天 这是只有脸书 我们没有讨论中国大陆那些 所有的社群网站 或是Twitter这些东西 所以难怪各位会离不开脸书 或是离不开网络 就是因为实在太多资讯了 全世界一样从文明开始以来 90%的data是过去两年产生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切身的状况 Google的前董事长 Eric Smith 他就说 从文明以来到2003年 全世界产生了5个exabytes的data information 但是现在是每两天 就产生同样的资讯 这个速度还在持续地增加 所以很快地会变成 每一天产生同样的资讯 所以这个图的重点 已经不是这个等比基数 而是现在那个地方 就是说各位如果觉得 现在很头痛 然后觉得很困扰 你们才刚开始而已 就等着敲 就还有更严重的状况会继续发生 这个速度只会越来越快而已 那90%的东西其实都是杂讯 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是一些片段的东西 我刚刚在下面听的时候 就忽然想到说 今天为什么大家会来听这个 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 几位讲者 讲得这么精彩的东西 其实我们在网络上不会被看到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消失在茫茫的杂讯之中的问题 那因此呢 我们这些人 还有就是说你们这些人 我们共同的一个问题是说 怎么样逃出那个90% 尽量移到10%那个地方去 这个是Bill Gates谈到的 他就说 我们现代人的竞争力 是指说 谁能够有效地去收集管理 以及使用资讯 谁就是 谁就能够赢 输的人就不行 这个是我们现代人在比赛的东西 那因此呢 为了不要变成这个状况 该怎么做呢 那我这边有一些 我觉得还算实用的建议 因为我后面会慢慢地 后面会仔细地讲 比较清楚一点 第一个是拒绝杂讯 第二个是确认资讯的来源 第三个是借力实力 那第四个是发声 主动发声 那这四个东西 只是一个手段而已 最重要的目标是 要有效地运用你的每一分钟 因为资讯已经是无限的 刚刚已经看到了 那各位的时间是有限的 所以你们不能够 没有计划地 迷失在这个茫茫的资讯里面 或是杂讯里面 第一个拒绝杂讯 我的天啊 对不对 就是中天东森新闻台 在新闻台的黄金时段 直播大陆的网路 直播的大陆电视这些节目 这个没有比这个更杂讯的东西 新闻台在播人鱼线新闻 那这个是资讯吗 新闻台在播 肉干定到满档 福袋抽大奖 法国美妆 就是你错误的东西 出现在不该出现的时间 这个就是杂讯 这就是不应该的事情 还有一种杂讯不是品质上的问题 它是我认为是格调上的问题 它是良心上的问题 比如说望中媒体追杀黄国昌老师 因为黄国昌老师反对这个并购案 他就用各种抹黑的这种影射的方法 说他发放走路工 最后在游行的前一天说 我们深入调查 发现没有 跟黄国昌老师没有关系 那这种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 根本就不应该 大家不应该浪费一分钟 去消化这些杂讯 因为大家的时间是有限的 所以我刚刚讲的拒绝杂讯 有些东西杂讯 是集中在某一些特定的媒体 那个我们就可以概括性地拒绝掉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大家另外可以在网络时代 可以去直接从产地 找到一些有用的资讯 就跟我们现在订葡萄 可以直接从网络当订一样 不一定要去超级市场买 这个是传统的 过去五到十年 比较标准的资讯流通的方式 就是我们有一些 所谓传统媒体或主流媒体 他介绍一些资讯给我们 在这个时代 这个媒体的中立性是很重要的 但是现在其实 因为网络是没有这个将界的问题 所以其实你可以直接去资讯的来源 比如说波士顿的这个爆炸案 最后是怎么样公开 知道说这个警察抓到嫌犯了 是波士顿警察在他的推特上面 发布了说我们抓到了 然后正义得到伸张 大家回去睡觉 这个是一种 那同样的另外 很多有影响力或是聪明的人 他们也开始直接利用网络或部落格 或推特去影响他想要影响的人 比如说李开复 比如说Seth Godin 比如说巴菲特 比如说欧巴马 他们都有自己的推特或Blog 那这些都是 可能是比较值得花 你们的珍贵的每一分钟的东西 那第三个是借力 换句话说是利用一些 现在的工具来处理 现在跑出来的这些资讯 比如说有很多的工具 App或是程式 Flipboard Evernote这些大家可能会还相当的熟悉 用这些去处理资讯 或是用一些机制的方式 在我们的网络媒体 不管是PTT最原本的这种推跟虚 或是到亚马逊时代 有没有这个review 或是现在Facebook有like跟share 我们大家一起互相帮忙 告诉其他人 你们觉得哪些东西是有用的资讯 哪些是杂讯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那最后一个其实跟刚刚前面 施老师谈的有点类似 就是讲要发声 就是说我们需要互相帮忙 才可以集体逃出那个杂讯区 跳进的资讯区 所以这个必须是大家一起做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现在资讯的流通 已经不是透过 我刚刚列的那一些媒体 而是透过Facebook Google Plus 这是大家一开 每天早上一上网 第一个开的是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需要的是 我们各自互相去推荐 或是去留言 那这样我们才可以知道 哪些是让资讯浮上来 让杂讯沉下去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的 一个现在的媒体故事的运作方法 比如说黄色小鸭来到香港 传统上的媒体 是在故事的这个圆圈的左半边 就是说发现这件事情 去报导 写成一个报导 然后给大家看 这是传统的媒体的结束 但是我们现在的媒体 需要大家来发声 意思就是我们大家 就可以开始留言 说这个东西 黄色小鸭对香港的观光业 很有帮助 黄色小鸭其实是 荷兰设计师设计的 它去过伦敦 在伦敦的那只小鸭 长得不太一样 所以它有更正跟更新跟讨论 它甚至有行动的 这个component 就是说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发起请愿 让它黄色小鸭 来到基隆港 来到高雄港 这是一个 现在的故事的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它不是一个一篇报道 就结束的事情 那这个需要大家一起的参与 才有办法做到 所以发声其实有很简单的 比如说PTT这种 说这篇菲律宾事件文章 写得很好 我推 那这就是一个 帮助大家了解 什么是资讯的一个方法 或是你在Facebook上面 share说 我觉得这篇好 这篇不好 帮助其他的朋友 或是另外一种 在有误报告上面 我们常看到的是 很深入的回应 就是你直接跟作者回应 然后发表你的意见 然后让这个议题更丰富 然后帮助其他读者的 获取更多 这都是一些发声的方法 那网络上其实 这样的媒体 现在是越来越多台湾 各个领域都有 我这边只是稍微提一些 有旅游的 有设计的 有政治的 有投资的 有农业的 那也有 比如说清大彭明怀 大家可能最熟悉的 以有误报告来说 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媒体 我们是看到这样的趋势 而发展出来的一个媒体 我们做的做法 就是我刚刚讲的产地直送 我们就直接请业界的 这些专家 科技界的专家 直接来谈一些 他看到的事情 他的想法 那他们都有不同领域的专精 所以他们的讲法 不一定是公正客观的 但是他的想法是 很直接的 很raw的 原始的 你可以自己去判断 到底他你觉得是正确与否 那我们的邮报道 另外一个特色 是我们特别比较 文章都特别长 这是因为我们 通常都3000字以上 这是因为我们发现 其实长的文章 通常比较容易落在资讯内区 杂讯内区的资讯 通常都是那种 倾向于短小 然后比较 就是片段性的东西 那所以我们的反应也很好 那 作者在写长文章的时候 他必须要花力气去编排 去思考 去经营 所以通常他会 是资讯的这个机会 会比较大 那所以我简单的 小结刚刚的四点 就是说 第一个 资讯已经爆炸 而且才刚开始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现在已经是最严重的状况 第二个 传统媒体 我是放弃的 第三个是 这是因为他的形式的关系 他天生的这个既定的形式 跟他的收视族群 那第三个是 各位要有个对策 我刚刚提到了一些 那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尽量去发声 那发声是为了品质 帮助其他人一起 去获得更多的资讯 那最后我想要用一个小的故事 来总结 我今天的这个演讲 那跟我的题目是有关的 那这个是我最近读到的一篇分析 它是在分析说 英国的一些乐透的中奖者 他分析说 为什么有些中奖者 最会破产 这些乐透的得奖人 那他分析了后来发现 其实这些会破产 不是因为这些乐透的得奖者 跑去把钱拿去买飞机 买船买房子 或是去开party这些消费性的行为 而是他发现这些破产的人 是因为他们投资失败而破产 所以大家如果想想看 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当你各位在浪费钱 或是在花钱 或是在买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心里会有一个警钟 会想起来 你会有一种愧疚感 想说玩到半天 然后就想说不对啊 我这样做可能是错的 我可能在浪费时间 我可能在浪费钱 所以我会停止 但是你如果是在投资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在做一个 有建设性的事情 我在做一个好的事情 所以我就没有警钟想起 我就会一直做下去 那你因为你的技术或训练不够 你就会破产 那我讲这个故事是因为 其实我们每个人人生 都会中一次乐透 那一次乐透就是 各位出生的时候 被赋予的时间 各位被赋予的时间很多 那这个东西是很容易破产 所以我给各位同学的一个建议 就是说如果你在上课的时候 觉得很无聊 然后想要出去玩 那你就赶快出去玩 我就建议你们赶快出去玩 去翘课 因为你翘课玩太多了之后 你心里面就会警钟 就会想起 想说我在干嘛 我在浪费时间 然后就会去上课 就会停止 那我最怕的反而是那种 觉得自己好像做一些 似乎有意义 但其实是在 没有效率的事情 然后浪费时间的事情 那这些事情其实 就像这种事情 你看起来好像很有建设性 好像很在认真做一些事情 但其实你根本没有在 没有办法专心做一个 有效率的事情 或是这种事情 Line message WhatsApp message Facebook message 好像一直在回应 然后好像一直在沟通 好像一直在联络感情 这个都是没有效率的事情 你都是在 没有办法专心做一件 真正有帮助的事情 我帮大家算一下 我们台湾人一生 大概有3900万分钟 这是你的乐透奖金 正好是大概900个月 就是这个30乘30的框框 30个框框 乘以30的框框 这是你们的乐透奖金 那你如果把它浪费在 这个 刚刚那些东西里面的话 各位大一的话 我已经帮你们算了 你们已经失去 24%的时间了 如果是我的话 各位我已经只剩下 一半多一点点而已 那还有睡觉那些事情 所以这些是 各位的乐透奖金 千万不要把乐透奖金 浪费在杂讯上面 看起来好像有意义 其实这些东西 都是对你们有意义的 而是要尽量想办法 留在资讯区 然后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那最后就是 我刚刚花了各位20分钟 希望对大家来讲 是资讯而不是杂讯 谢谢大家 好 非常感谢周新华主编精彩为我们分析 我们到底还有剩多少乐透奖金 是 我想不论是周主编的演讲 还是王范森老师的演讲 其实我觉得其中各种最重要的因素 其实莫过于网络 我想在网络的时代呢 那好像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资讯的制造者 那刚刚提到其实传统媒体 它给我们太多太多的杂讯 其中90%都是一些 有可能美食啊 或是一些路上的车祸酒驾之类的 那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那难道进入网络时代 每一个人成为潜在的资讯提供者之后 这样杂讯就会减少吗 杂讯会增加 因为网络是一个放大器 它会把杂讯 不管是资讯或杂讯都会放大 所以在网络上没有比较好 只是网络上的人有很多工具 那各位要善用工具 那我举的一个例子是说 李开复就是大陆很有名的网络的 这个影响力的人 他就曾经说过说他管理Twitter 他是有自己设计一套程式工具 在管理那个Twitter 因为实在太多Twitter 那李开复的时间不会比我们不值钱 应该比我们值钱 那他都会去花这个心思去想说该怎么做 当然他是原体工程师 他有办法设计出这个工具 我们没有 那我们只能用我们现有的事情去做 那只是既然李开复可以愿意花力气 去把这个当成一件真正的任务去研究去解决 那我是建议 我认为在座各位也应该要 至少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去准备去应付这样的事情 好 再次感谢周庆华主编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